各位請小老弟老鐵盲哥來了 那這一集我們來談一些的是 烏俄或者是說現在我們世界的一個組成 一個什麼 我們現在就是自由民主的社會跟共產的國家 然後我想跟你們講說 其實你們可以現在去隨意的上網路去搜尋說 為什麼俄國要打烏克蘭 其實就很久以前就有這個問題 那可能為什麼人家說這30年才開始要打 那其實他有很多的一些 其實我會再去看他的一些理由 我會覺得有一些是比較 當然俄國給的這個理由 有一點是可能會比較牽強 那我還是會認為比較多是這種政治的因素 比如說一些領土或者是說自由民主 之間這個堡壘 我們現在社會世界就是分成兩個 兩個我們要說什麼聯盟集團 一個是民主的一個是共產的 然後還是會有一些 我會認為老一輩的人 他們還是有在那個什麼領土要光復 或者是說那個 我們的種族的問題 就是要擴展或一些什麼 可是你其實看一下現在21世紀 我現在就比較不去看這個 這個新聞的內容 我現在只是在談說 我們現在21世紀 其實即使我們在講說這些 民主跟共產之間的差異 可是事實上 比如說我是台灣人 我們也有去過中國大陸 那你說烏克蘭人跟俄羅斯人 都沒有互相去過對方的國家 我相信如果你們有在出國的 其實你如果不要去談政治 你會發現其實民主跟共產之間的這個差異 你說南北韓也許真的是有差異 可是你說人在人的相處 或者你在日常的生活 其實有時候它會慢慢的模糊 會慢慢的靠近 那尤其比如說像經濟有在發展的國家 你會發現就會變得很模糊 就是民主跟共產 你如果不要去講 其實會越來越模糊 那我也會覺得說其實他們也正在 共產國家也正在改進中 只是說老一輩的人 還有一群人在那裡 我相信年輕一輩的 他們也會很喜歡自由跟民主 就是這種的社會是很和平 然後大家是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我相信這個會慢慢的模糊掉 那如果真的要這樣子打戰 我都覺得很不合理 那你這樣子是不是這個世界就是 第一個我們要把領土要分 分得很清楚以外就是 是不是共產跟民主的這兩個集團 一定只能留下一個 那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打了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比如說 哪一個國家它才是老大 或者是什麼領土還要再擴張 現在已經二十一世紀了 而且我告訴你現在大家的武器 都是非常恐怖的 你不會像以前說怎麼樣打的話 我相信現在在打戰 絕對都是雙方都會沒有哪一國很厲害的 一定都是兩敗俱喪 因為大家的武器都威力很強 還有就是我如果先發射核彈 你也發射核彈那兩個都一起死 你絕對逃不了 只是說你真的願意 就是戰爭 我覺得老一輩的人有一些人 可能這個部分 不曉得政治人物應該往這個方向想吧 多看一些年輕人 或一些小孩子或一些什麼吧 大家如果都看到他們這樣死掉或什麼 你怎麼可能會想要打戰 或者政治人物你為什麼不自己自己先上戰場 對不對 還是可能是不是你年紀大了 你也活不了了 多久了你就拖大家一起下水 我覺得這個是很不可取的 所以今天就是 我就是搜尋了一些資料 只是說我隨便這樣子 隨便去看一下 你看這些戰爭的場面 或一些什麼 什麼的動機 這都是網路的 你們自己去搜尋 就不看了 所以我覺得真的 這些政治人物有什麼 最好是要想清楚 不管是烏克蘭 俄羅斯或者現在的台灣跟中國 這種台海危機或一些什麼 或者是一些南韓北韓 我覺得這真的是都會引發很大的戰爭 我覺得不要開玩笑 因為現在大家的武器都很強 不要還有不一定兩敗俱傷的 死的都是軍人最前線最可憐 然後再來就是平民百姓 打的都是無辜的 那我為什麼 我心想說 為什麼政治人物不會自己上去打 對不對 那平民百姓跟那個軍人在後面看 政治人物自己拿槍上去打 對不對 好吧 這就是我的想法 跟各位分享 那也是希望說 能和平的落幕 最好是 就維持現狀吧 大家各過各的 對不對 都越來越好了 好吧 那今天就到這囉